請問一下劉醫師 長期過敏性鼻炎 但又不想用藥 那生活上要怎麼樣才能改善呢 目前我是有在用洗鼻器 這樣子好嗎 感謝粉絲團 請在粉絲團給我提問 我想過敏性鼻炎來講 第一個 盡量要找出過敏原來 過敏原來找的方法 以至於生活經驗法治 是一個方式 第二個 你可以請你的醫生幫你做過敏原的檢測 找到過敏原之後呢 盡量避免降伏而人 你的過敏性鼻炎發出的次數會降低 那在其他保健方面 一定要適度的運動 適度規律的運動 可以平衡我們的自律神經 比較不容易造成自律神經失調 在過敏性鼻炎的控制會非常好 另外一般來講 我們建議像這個 腸道的保健的一些營養補充品 像是醫生菌 或者是一些魚油可以適量的攝取 洗鼻子是可以的 如果說鼻子有泛黃 有流濃的話呢 每天洗到兩次的鼻子 是對過敏性鼻炎產生鼻鬥炎 這個病發症會降低的 那另外盡量少吃冰冷的飲食 少去吃一些太甜的甜點 這些也會加重過敏性鼻炎的發作 這是大概給粉絲團的一個建議 這就是謝謝部亮女性鼻炎的 這就是我規定的 這裡面有多大廚 再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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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